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許願 各位領友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請放長 這一張表格主要都是依據我們這個法蠻 這個法脈的經論主師的傳承 引用所裂所製作的 那像這樣的這個表格 一般人很少看到 同時沒有經過解說 也會有所誤會 怎麼講呢 譬如第一個表格 出三界 在聖道門底下 就有列出下墮 輪迴 那會讓人家誤解 寫這個表格的人 到底懷著什麼心啊 知見正不正確啊 怎麼都修學聖道的 還會再下墮 是這樣的 如果輪迴沒有脫離的話 難免會下墮的 因為還在輪迴當中嘛 所以 映光大師就說啦 映光大師怎麼說呢 說 修行用功 遠為了生死 修行用功 是為了什麼啊 為了了生死 並不是為了學法而學法 也不是為了出家而出家 不是為了研究佛法而研究佛法 他都有一個根本目的 就是了生死 那他說 生死不了 危險太大 若生死輪迴沒有了斷的話呢 那危險呢 就太大了 這個危險太大 是大的不得了 為什麼呢 他說 輪迴未出 難免墮落 六道輪迴 還沒有出禮 那麼 難免呢 某一生 某一世就會落落了 所以 這個 教理啊 也是映光大師所講的 那麼 是我們這個法門的傳承的 善導大師 他怎麼樣勸導我們呢 他說 我們要自覺 看清自己 看清自己什麼呢 看清自己是一個 罪惡生死凡夫 是一個長末 長流轉的彷彿 長末 末就是末在水底下 指三二道 那如果浮的話呢 是浮出水面 把整個六道形容為是一個大海 三二道是在海 水面下 那人天 是在水面上 那我們是長末 是常在水面下三二道 而輪轉 輪迴的凡夫 雖然今生今世 累積很多的因緣 才難得出生而為人 可是一旦失去人生的話 所謂萬解難負 什麼時候還會再生而為人呢 就不曉得 那像這樣的內涵 必須經過解說 不然如果這一張表格拿出去 讓人家一看的話 就會批判啦 再看第二個表格 有佛法 菩薩道 佛法有生文道跟菩薩道 那我們這個法門呢 是菩薩道 所謂菩薩道就是 佛菩提心行菩薩道 經過其馬 三大生其解而正佛果 所以菩薩道就是指著 成佛的道路 成佛的方法 也就是大聖法門 也就是大聖法門 那大聖法門底下呢 有人行道 他呢 要勤行精進 要經過呢 諸 九 諾 諸 就諸種法門 就是六度萬行的意思 九就是呢 最起碼 三大二生其解 是指只有前進不退轉 那如果退轉的話呢 那就很渺亡了 那諾就指有可能會退諾 那麼 諾道不詳 他形容為 諾道不詳 他批譽為苦啊 這幾段話 都是榮素菩薩意行平底變的 左邊呢 意行道 意就容易 意行極致 容易 而且快速到達 意速必 因為他只要專一 承認阿彌陀佛 素 就是堅生堅世 就了脫生死輪迴 B 是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的 不是說不定 水道成船 榮世菩薩說 我們這個法門呢 就好像水道坐船 它本身是樂 所以呢 榮世菩薩呢 把所有的法門 判為路道不詳 的南行道 跟水道成船 的意行道 那麼南行道呢 要勤醒精進 要精進 修六度萬恨 所謂 能行能行 能捨能捨 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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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菩薩道的過程當中 人家 需要你的錢 你需要布施 需要你的房子 你也需要布施 甚至呢 需要你的器官 你也要布施 為什麼 你是一個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的人 難道這一點也做不到嗎 也不能捨 也不能捨 那這樣還算行菩薩道嗎 所以是不容易的 那麼如果是淨土法門的話呢 它呢 是意 這個意呢 就是榮意 又是簡意 榮意是念佛 大家都做得到 簡意是念佛 所念的是 那麼阿彌陀佛 頂多六個字 或四個字 那不會練的話呢 練佛一個字也可以 或者那麼阿彌陀佛六個字 你練哪個字都可以 阿彌陀佛就知道了 所以本身是容易的 易行道的 而且極致很快速的 快速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現在斷氣的話 現在就到極樂世界去了 就這麼快 那麼一 就只專意念這句名號 數就是今生 必就是必定 那像這一種教理 他隨唐時代的那一些大德們 是可以說不了解 不了解 因為他們不是隨這個法的 他們是隨各種經論 然後來解釋淨土的 只有善導大師這一個法脈 才是純粹的淨土法門 可是善導大師這一些著作 包括道綽的安樂吉 談論大師的往生論著 在唐朝末年 在我們中國就失傳了 善思了不見了 導致從北宋到明清現在 反解釋淨土法門的 都是依照其他宗派教理來解釋的 依天台教理解釋成為天台的淨土 依法眼教理解釋為法眼的淨土 依禪的教理解釋為禪的淨土 所以禪淨雙榮禪共修 什麼的 那這樣的話呢 淨土的教理就不純粹了 看起來好像各眾各派都在學淨土 也都在煉火王極樂世界 哎呀那淨土法門 太薄大了 學的人太多了 可是呢淨土的教理就不純粹了 因為沒有善導大師這一些法 所以我們如果了解歷史 了解歷史 看一看 這從北宋以來 這幾位大師他們研究淨土的 有誰有引用到善導大師這個法脈的著作 就沒有 沒有 頂多有的話呢 就是北宋時代的元兆大師 元兆大師 那元兆大師呢 本來他也不是隨淨土的 他是因為 他本來發心 發心 他認為到極樂世界去享樂 那太拙劣了 應該到三二道 尤其地獄去度眾生 這個才是發大心 他是抱著這一種心的 所以他學的呢 是一種觀心的法門 禪定的法門 他的目標 是生生世世 發普林行菩薩道 尤其是希望到第一度眾生的 那麼當有一天他生病了 變得很痛苦 讓他呢 要觀想 也觀想不起來了 整個三星只有苦一個戀頭 其他的戀頭生不起來 那個時候他就反省了 那如果我這樣去世的話 我到哪裡去啊 我都要人家救 怎麼能夠救人呢 那個時候發大心也發不起來了 觀想也觀不下去了 那個時候只有一個戀頭 怎麼樣來讓病 身體的病能夠好 讓身心不痛苦 就只有那個戀頭 幸好他的病有一天好了 好了之後呢 他對以前的這個觀念 錯誤的觀念 大大的反省也大大的懺悔 之後呢 看了這個智澤道師所寫的 《淨土十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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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章 每一章都在解釋 對淨土種種疑惑的 那麼第一章就說了 怎麼說呢 大意思說 一個還沒有斷煩惱的人 就發大心 要在沙婆世界 事先救助眾生 這個是說空話的 不可能的 好像呢 一隻鳥 牠出生下來 牠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夠 在天空上飛的 必須要先在這個樹枝上 慢慢鍛鍊 又好像嬰兒生下來 就不可能馬上能夠走路跑路的 要一步一步來的 那我們貪生吃的凡夫 要在沙婆世界救度眾生 也是要一步一步 先斷我們的貪生吃 破了無領 贈得了無生法染 才有能力 有資格 在六道輪腓裡面救度眾生 好像呢 自己生死沒有解剖 就沒有力量 讓別人的生死解剖 自己在苦海當中浮沉 掙扎 都沒有力量由上岸邊來 怎麼能夠普遍 救度在岸中浮沉的大眾呢 那是不可能的啊 就是意思是這樣 所以他看了呢 更加的肯定啊 這個是真實不虛的 所以呢 他就轉為修淨土 那修淨土呢 他也註解觀經 也寫有關這個淨土方面的書籍 但是呢 他有受到善導大師的影響 可是呢 影響的地方非常的少 因為善導大師五部絕卷 在唐朝末年就失傳了 那時候失傳嘛 有一部沒有失傳 就往生理戰 往生理戰是被唐朝的一位 自身大師 編輯在他所編輯的這個 極租清理燦儀這本書裡面 極租清理燦儀上限下限 都有引用善導大師的往生理戰 所以善導大師這一個 華麥其他技術失傳了 那由於這個極租清理燦儀沒有失傳 結果呢還被後人所看到 那麼這個人造大師有看到這一本 那這一本 極租清理戰裡面就有寫到 這個戀戀相需必命為奇者 十幾十生百幾百生 還有寫到這個 戀佛跟諸行的這個優劣 相比 所以呢他有看到 在他的著作當中呢 有引用 引用兩三段 還有善導大師的這個 關京師貼書的旋意份 也引用一兩三個地方 那就顯示 關京師貼書雖然不存在了 但是他裡面的旋意份 可能有部分呢還是流傳下來 但流傳下來看的人不多 在那個北宋的時代 只有元兆大師看過 而且也引用片段 短短幾句 在幾個地方而已 還有跟支禮大師 是同門師兄弟的這個 慈吟尊者 在他的著作裡面 也有提到善導大師 跟他的著作 但所提到的呢 也是片段不完整的 雖然他曉得善導大師 是迷途化身 可是對善導大師 有什麼製作 這些製作對淨土法門 有沒有什麼重要性啊 他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在那個時代 凡是解釋淨土的 都是依照他們所學的 那個中派的思想 最典型就是天台中 天台中所解釋的淨土 無論是《觀無量壽經》 或者是《阿彌陀經》 都以天台的教理來解釋 所以這樣的淨土就不純粹了 就不純粹了 所以現在你們如果聽到 其他的人講淨土的話 肯定都是其他戰派 宗派教理參叉的淨土 不是純粹的淨土 所以呢 不是天台的淨土 就是華眼的淨土 產的淨土 或者密宗的淨土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善老大師的製作師傳 那什麼時候回歸到中國呢 然後清朝末年 揚仁山居士 在南京設一個精靈科精處 他跟日本的這個教授學者熟 他曉得我們中國很多經論 是各種各派的著作 很多都善失了不存在了 但是在日本呢 有完整保留 所以請他把我們所缺少的 遺失的各種各派的著作 寄過來 寄過來 寄過來就包括 善老大師這個法曼的書 也過來了 那 那 居士呢 就把這一些書 把它刻、經、印刷流通 可是那個時候 清朝、末年到民國 可以說呢 是一個很悲慘的 傑左的年代 因為到處都有在戰爭 八國聯軍啊 還有日本清法、八連抗戰啊 還有國共戰爭啊 一直倒退到台灣來了 戰爭平衡 甚至八連的 十連的紅衛兵 把整個寺廟拆掉 出家人趕出去繁俗 所有的經書燒毀 銅像呢 就拿去鑄鐵 所以 了解善老大師 製作傳承的 是少之又少 那我是呢 因為有到了日本 才了解有這一個法 然後回到台灣來呢 把它編集在一起 那也只是短短 一、二十點的事情而已 所以知道的人呢 並不多 所以即使我們在這裡聽課 所聽到的淨土法門啊 應該都是 以天台花言或產蜜 來解釋淨土的 所以善導道是這一個法脈 來解釋的 應該是 應該是 不多 除了他有參考到 我們 所出的這一套書 但如果沒有專精研究的話 也就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 沉 那麼的精淨 那麼這一些表格 這一些表格 也很清楚 大家看就知道 不过所谓圣道门 净土门 有一个比较简单可以理解的定义 所谓圣道门就是圣人的根基 所谓净土门是圣人也好 凡夫也好 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这个叫净土门 还有圣道门 它必须是善根利器 圣人的根基 然后生生世世 在这个沙婆世界 证悟圣果 这叫圣道门 那净土门是往生彌陀净土 在彌陀净土成佛 所以叫净土门 也就是说净土门以往生彌陀净土为目的 圣道门以在沙婆世界成就超凡入圣为目的 那这两个目的它的方法呢 圣道门的方法是八万四千法门 所谓三血六度 三辅六合十愿往 不能要修 这叫圣道门 那这种净土门呢 它定义就是义 容易的义 它是靠谜土的力量的 所以它本身义行道是他力的 它本身只要练那么阿弥陀佛 所有功德功能都在里面的 为什么 这些名号称为万德鸿鸣 八万四千法门的无量功德 都在万德鸿鸣里面的 只要我们称恋名号 等同于领受阿弥陀佛的功德 那么这两个比较的话呢 圣道门靠自己的力量 那自己的力量贪嗔痴都不能降伏 戒定会都不能清静 那还有什么 就没有了 只有罪业 那么这句名号呢 念佛是靠这句名号 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所修的 阿弥陀佛所修的话 他发愿的时候是阿弥陀佛的佛呢 是无神法人以上 八地到十地的境界 所发的这个四十八大院 为我们而发 要经过造宅永结 即使菩萨一样德行 完成这四十八大院 把这一些功德 统统容纳在名号里面 来送给我们 那我们一段这个名号 专层名对佛名的人 等同领受民土的功德 那么你看民土的功德 跟我们的功德 丰富的功德相比的话 能比吗 不能比的 我们说天跟地的比 也不能比 因为它没办法比 它不是一个等量的 所以不能比 因为佛所修的是真实的 是成佛的 那我们所修的是虚假的 那怎么能比 你说这两张钞票 一张是一千元的 一张是一百块的 都是美钞了 那能比吗 因为这个千元的是假钞 那假钞人一毛钱的价值都没有 那这一百块呢 一百块就实在的一百块 一千块就实在的一千块 我们中心在什么样的修作 都是有漏的 还没有达到三轮体空 所以善导大师说 这个呢 台湾大师说 这个呢 是虚假思行 是有漏之善 不是真实的功德 所以善导大师就说 众行虽明是善 若比恋佛则 全会比较也 众行六度万行 三水六度万行 这一些都是善跟 都是善跟福德的 虽然是善 但他来跟恋佛比的话 那完全不能比较了 全非相比也 全非比较也 善导大师用这个全非比较 那这个文字虽然很短 但是呢 意义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 没有谋能两可 谋谋谋谋谋 那这样我们修行的话 我们要选择什么 当然要选择 意行道 选择靠阿弥陀的力量 因为自己的力量可靠吗 不可靠 自己有什么力量 除了业力以外 哪有力量呢 有一首记说 这个 一日无常道 方之梦里人 接下来两句 大家应该知道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身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有什么 只有夜嘛 那当然夜 夜就只行为啦 行为有好的 有坏的 有善的 有恶的 那我们呢 就是恶多善少 所以这个 唯有夜随身 是指不好的 行指 会导致不好的 结果 那么这些表格 大家可以自己看 那么背面呢 也有这个表格 也顺便解说一下 这个 关无量寿经 在水淌时代 很多大德们 都有注解 那么跟善导大师 不一样的 善导大师是比较厚 譬如说 敬影师的会员大师 天台中的智者大师 三论中的家祥大师 他们都是水草时代的人 那么善导大师 唐初时代的人 善导大师是看到 他们所写的 有错误 所以呢 才写关无事就来纠正 那么不同的地方 大概有20个地方 在这里列举有8个 首先第一 第一 圣道诸书 就说 16关全体都定善 只有三辅 才是散散 16关 包括前面的13种 席律灵心 入定才能够观想的 还有最后面三关 最后面三关就是 上品声 中品声 下品声 那么很显然的 这上品 中品 下品 这个是罪恶的凡夫 没有修行的人 既不是世间的善人 也不是佛法里面修行的善人 所以跟定 一点都扯不上关系 所以判为定善 那是错误的 至于三辅是散善 那是对的 那跟三辅大师不一样 三辅大师前十三关为定善 因为那必须要入定 后三关为散善 后三关就三辅九品 当然它是散善了 那再来 每部经典 每部经典 古代道案大师 就分为三份 续份正份流通份 那么这三份就成为定调 以后的人就把所有的经典 都发分为 续正流通三份 可是上导大师对观经 一看不只是三份 还有得意份跟骑舌枯份 也就是说 在维提系夫人 听闻佛陀说这个法的时候 已经得到了 得到了无声法人 那当然得到无声法人 是凡夫的无声法人 那无声法人是断烦恼 破无名的 怎么凡夫贪心事还在 怎么会有 能够成为无声法人 是的 因为是得不是正 也就是说 这个无声法人 是唯提系夫人 经过释迦牟尼佛的加持 看到弥陀的一正二报 看到弥陀的慈悲视线 晓得弥陀的主动积极平等 无条件的救度 他领悟到阿弥陀是救度的佛 所以很翻习信奏 以这个翻习信奏 翻习信奏 他的领悟 作为无声法人 所以他这个无声法人 是假借一般的 圣道的教理的名称 但是内容不一样 这是唯提的得意的地方 然后佛陀在皇宫里面 说的《观如量寿经》之后 回到这个灵椎山的时候 又跟大众附送一遍 所以又多一份出来了 那第三 诸师以观佛三昧 作为整个《观如量寿经》的中体 中体就是内容、方法、目标 那么善达大师说 不是 《观如量寿经》有药门跟宏愿门 药门来讲是观佛三昧为宗 宏愿门来讲是恋佛三昧为宗 这个是假用一般的教理名词 这里的恋佛三昧 一般三昧是止观 止观、入定 禅定的境界叫三昧 那我们信受民土救度专注 民土佛名的人 也等同是恋佛三昧 有恋佛三昧的功能在里面 这个是宏愿门 那么像这一种教理 其他的大德就没能了解 只有善达大师才能看出这一点 然后第四定善散善皆为提至请 也就是说其他人认为 这一部《观如量寿经》所讲的 不论是定善也好散善也好 都是为提西夫人请释迦摩尼佛讲的 那么善达大师说不是 释迦微提夫人所请的只有定善 那么善善是释迦摩尼佛自己所讲出来的 这个在《观如量寿经》里面 经文是清清楚楚 纷纷明明的 那么第五点 一般看九品的根基是包括圣人跟善的凡夫 都是修随大圣法人的凡夫 那么下品的是因为这个罪的轻重 才分为下品的善中下 那么善达大师说不是 九品不论上品生 中品生 下品生 都是凡夫不是圣人 跟圣人一点都扯不上关系 这个经典都清楚分明的显示出来 同时以下品是恶的凡夫 罪恶凡夫 罪罪凡夫 第二点 其他人认为微提西夫人是圣者 善达大师说不是 微提西夫人是实实在在的凡夫 经典都清楚说明白 像上一节所引用的 这个微提西夫人居然在佛土的面前大发牢骚 你说她是圣人吗 那么第七点 一般人是迷土生土 是应生应土 善达大师说不是 迷土生土是报生 土是报土 而且这个报土是阿弥陀佛 为我们凡夫众生所建立的 那么我们凡夫众生 只要见佛就必定能进入这个 迷土的报土 所以她跟什么凡胜同居土 方便友谊土 一点都扯不上关系 因为本身是报土吗 报土哪有什么凡胜跟方便呢 那么这个都有经典的论据 但是其他的人是分辨不出来 再来第八点 一般认为世尊 释迦摩尼佛在观无量寿经后面 所付诸的 是定善跟善善 这两个法门 善达大师说不是 释迦摩尼佛在观无量寿经 所付诸的 是练佛 而且是宏愿恋佛 经文不是说吗 佛告阿兰 日昊此事与 此事与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 明明是加摩尼佛 是要阿兰 持无量寿佛名 是持名 不是 不是这个观无量寿佛像 不是观像 不是观像 所以经典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那么像这一些差别 这一些差别 善达大师在 观经四帖书的旋意份 旋意份 都解释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对教理有兴趣 对文言文能够理解的话 大家看旋意份就晓得 这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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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提出来 提出来纠正 提出来纠正 加以这个评论 人物的改定 接下来还是请看第三页 第二段一段一句 回提西夫人是个平凡女性 十足凡夫 或苦恼所逼 然而在一堵阿弥陀佛 最立空中向的刹那 立刻往生决定 或无声发染 有关这一段经文 大家呢 请方该散打大师全集 一百二十七月 一百二十七月 第一行 一百二十七月 倒数第一行 导使第一行就说了 见彼国徒 极妙乐视 心欢喜故 硬使极德 无声发染 这是经文 那这一段经文呢 水塘时代 那几位大德 一看啊 哎呀 得无声发染 那这样回提西夫人是一个圣人啊 是菩萨视线的啦 所以判定回提西夫人是圣者啊 其实不是 请大家翻开一百二十九月 导使第二行 先看一百二十八月 导使第二行 赞导大师是怎么解释呢 赞导大师说 眼心翻喜故 得人者 此名 阿弥陀佛果 清净光明 呼现眼前 何声勇悦 因此喜故 即得无声之忍 义名喜忍 义名悟忍 义名信忍 此乃 玄坛 未标得处 欲令夫人等 悉信此意 勇猛专精 先想见识 方应悟忍 此多是实信忠忍 非解行以上人也 意思就是说 这里所谓的无声法忍呢 就是喜忍 悟忍 跟信忍的意思 跟破无名那个无声法忍 破了我执法执 没有烦恼 那个是两码事 也就是说 看到了心中翻喜 领悟忍 领悟到了迷途的旧度 信受迷途的旧度 这个叫做无声法忍 所以后边他就说了 多是实信忠忍 实信呢 叫做外凡夫 也就是说 还是凡夫 还是凡夫 非解行以上人也 不是解 也不是行 以上的 所谓解呢 就实住 实住菩萨 那行呢 就是实行实相 实行菩萨 或实回相的菩萨 以上呢 就指这个实地 的这个圣照 那么散导大师在这里就说 这里所谓的 得无声法忍 是实信忠 凡夫的境界 不是跟一般 其他经典所讲的 所讲的 这个 解的无声法忍 或行的无声法忍 或出地到 漆地的无声法忍 是不一样的 那表示呢 他这里所讲的 无声法忍 就是指这个 喜忍跟悟忍 还有这个信忍 那么这个喜也好 悟也好 都是以信 为本体的 为什么呢 这里是 以这个 以这个 以见 以文为见 以天文 作为见 怎么讲呢 唯提西夫人 是在佛陀那个时代 在佛陀的底下 佛陀以神通 显现 此方国谱 来让 为提西看到 加持 为提西 引导 为提西 选择 极乐世界 这是 为提西所看到的 那么 现在呢 佛陀不在了 我们也不能看到 只会像小孩子 很单纯 晚上做梦梦到 极乐世界 那麦那极乐世界 长大 也旺啦 或者是呢 麦那极乐世界 如果将来 没有专修净土 也就转啦 那么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 是以什么 作为见呢 听文 比如说我们看 经书 也是听文的一种 耳朵 听人家讲解 也是听文的一种 那当然 同样都解释 灌不量寿经 你要听文谁的 有好几家 注解 那我们就选择 善导大师这一家 那善导大师解释 为提西夫人 所得的 无声法人 是凡夫的 喜悟 信 而且呢 以文 听文 为 为提西夫人的 见极乐世界 见佛 以相信 接受 为 欢喜 跟 领悟 所以呢 这就回归到 我们所写的 净土宗宗旨 信寿 明土救度 一个信寿 明土救度的人 必定呢 必定呢 会有法喜 被救的欢喜嘛 还有 他能够信寿 肯定 他有某种领悟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 就获得了 无声法人了 也就是说 往生决定了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 净土法门的特色 有讲 北面清明 比起四十五分 英文 但 很 fille 妈 地方 刀 那 咱 关 检 都沒有了 接下來大家再看 又經末流動憤說 專稱彌陀佛影畢生彌陀淨土 流動憤呢 經文是這樣講 說佛告阿蘭 汝浩慈世瑜 慈世瑜者即是慈無量受佛病 意思就是說 只要專稱彌陀的佛病 那麼必定往生極樂世界 因此釋迦牟尼佛才流通慈靈念佛 交代阿蘭尊者流通下去 善達大師就解釋這一段經文 就是說這個釋迦牟尼佛是流通 這句名號 流通到近未來記 不只是正法時代的五百年 像法時代的一千年 末法時代的一萬年 乃至冒法之後 所有經典都沒有 也沒有佛法生三寶 出家人也不在了 但這句名號還要維持下去 來救度所有眾生 這個就是呢 觀無量受精流通分的地方 所以善達大師就解說 上來雖說兩門之意 望佛本願意在眾生 一向專稱彌陀佛病 也就是說整個觀無量受精 從頭到尾都在講十三種定觀 還有三府九品的散散 這個當然都有很大的利益 可是呢 從阿彌陀佛本願來看 望佛本願 那麼釋迦牟尼佛的指意 佛意是在什麼地方呢 望佛本願意在眾生 一向專稱彌陀佛病 所以釋迦牟尼佛宣講這部觀經的目的 是要我們專稱彌陀佛病 那麼這個十三種觀也好 三府九品也好 都是要引導修其他法門的 轉入專稱彌陀佛病的 接下來呢 而下下品之極重惡人 臨終苦逼御火來現 僅以實戀念佛意德往生 這幾點是很難讓聖道門 自立更新的行者理解的 這幾點就指 微提戲是一個俗子的凡夫 可是呢 他在現身得到必定往生的無生法人 還有觀無量壽經 從文篇來看都在講十三種定觀三五九品的 怎麼最後呢 善餘出現這種你看到佛嗎 自善能否的心 只能否支傷 明浩的彈佛 還有善品生的人 他一生都沒有遇到佛法來修行 沒有遇到善忍善環境來行善饋 所遇到的是惡人 惡環境 周二多端的 從來沒有進入佛門 合個掌 頂個頭的 這樣呢 到最後 第一支火已經燃燒來了 還能夠因為只是嘴巴動一動 練幾句佛號 而往生極樂世界 高超極樂 然後脫離輪迴 這幾段的內容 是一般人所理解不來的 那因為理解不來 就怎麼樣呢 以其他的教理來做為解釋 那以其他的教理來解釋的話 那就不正確 那不正確的話 一般人是不了解 但是散導大師 一看就曉得有錯誤的 而且呢 害處很大 就像剛剛那個 那個群疑論所講的 導致很多人 就不修淨土法門了 不戀佛求生極樂世界了 那這樣你看 是阿彌陀佛苦心所發的 五劫思維的自八大怨 還有趙宅極解苦心所修的無量 菩薩無量德行 所以善導大師 就可以說很悲憤 也很愤慨的 不得不寫這一部觀經詩帖書 那麼這一種歷史 歷史的存在 歷史的演變 這一些過程 一般是不了解的 除非呢 有上了淨土的課程 了解淨土教理的歷史過程 傳承 才能夠知道的 那由於剛剛所講的 我們對一些主師大德 都不可以評論的 也就是說 不能對他們只只點點 我們曉得有這麼一回事 那假設呢 我們在那個時代 沒有遇到善知識的傳承 有可能我們更嚴重 所以要了解 一切都是因緣 好與壞沒有絕對的 因緣改變 好壞就改變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麼下次二十三號再見 謝謝大家 願大家信佛 願佛 多生極樂 那麼阿彌陀佛 大眾請起 謝謝大家